射调之中,红七公把丐班绝学都传给了郭靖,而郭靖也因为这祥龙十八掌最终在神雕末期即生五绝,那很多人会奇怪,为什么红七公不把帮主之位传给郭靖,反而传给了武功不如郭靖的黄龙呢?其实这里有两个原因,第一,黄龙比郭靖聪明,黄龙为人古灵精怪,十分聪明,丐班虽然是天下第一弹班,但是内部矛盾十分尖锐, 尤其是红七公在位之时不怎么幻视,所以丐班内禁乌两派真分相对,若是传给郭靖的话,恐怕这个呆头呆脑是会搞的一团招,传给黄龙就不一样了,黄龙鬼主义比较多,所以应该可以很好解决班内问题,其二,黄龙是灵归寿命,当初红七公被欧阳芬偷袭,搞的武功禁师躲到了一个无人小岛,而郭靖此时在床上与欧阳芬激仗, 陪伴在红七公身旁的只有黄龙一人,红七公感觉自己大限将至,所以必须要找一个人接任帮主职位,眼下只有黄龙信得过,而且黄龙对他也算是无微不至,为了打口办法不失传,红七公最终才决定将帮主职位传于黄龙,今天市井春秋就说到这里,喜欢武侠历史,欢迎关注银杖。